企业经理人、债权人及投资者 为了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 他们需要一份能够总结企业资产和负债的报表 以便于了解股东权益有多少 因此呢 企业在每一个会计期间结束的时候 必须要提供三个财务报表 也就是损益表、资产负债表 以及现金流量表 而我们为了有效评估公司财务资料的品质 分析者呢 需要了解公司财务报表的基本要素 以及监控的理论架构 所以就财务报告的理论架构呢 也就是财务报告包括损益表 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 就损益表来看呢 损益表的目的 它是在于表达企业在一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 它包含了收益及会损的科目 就损益表的格式呢 就买卖页来看的话 它主要包含了销后的收入 销后的成本 以及销后毛利、营业利益等项目 但从我们从上市上贵公司的损益表来看的话 它主要包括四大项目 第一个、继续营业部门的损益 第二个、停业部门的损益 第三个、非常损益 以及第四个、会计原则变动累积影响数 这是损益表的主要内容 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的目的呢 它是在于表达企业在某一特定日期公司的财务状况 基本上它包含三大部分 资产、负债、股东权益 就资产来看的话 它包含了流动资产、投资及基金、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以及其他资产等项目 负债的部分呢 它包含了流动负债以及长期负债 最后一个呢 股东权益 我们又叫做净值 它是等于资产、减掉、负债 所以损益表呢 及资产负债表呢 它就形成了会计五大要素 就是资产、负债、股东权益、收益及费用 那最后一个财务报告呢 就是现金流量表 那现金流量表呢 它是在于表达企业在某一个会计期间 现金的流入与流出的情形 它主要包含三个活动 营业活动、投资活动、融资活动的现金流入及流出的情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